骆子商的阴谋得逞了 王善权的野心也藏不住了 大荣的皇帝贬了梁王回封地 此后 吴兆不得回京 跟梁王一党的江河被连贬了三级 顾家在朝廷的靠山彻底倒了 而被贬的梁王心有不满 便起兵造反 成了彻彻底底的朝廷反贼 那么在扬州的顾家便理所当然的 被视为了反贼一党 早就对顾家不满的王善权 因此有了对付顾家的借口 王善权眼红顾家的财产许久 因此才会趁此机会 打着朝廷的旗号准备抢劫顾家 顾朗华 你可知罪 梁王与江河结党 意图谋反 大逆不道 你顾家为其暗中输送军需物资 当为同罪 正所谓 欲加知罪何患无辞 王荣不过是扬州节度史 王善权的19个儿子之一 却是王善权最好用的一把挡箭牌 因此 对付顾家的时候 王善权自己开始并没有出面 而是先派出了王荣 其实从王荣被顾九思断了一条腿之后 就已经成为了王善权的弃子 我的儿子落了残疾 我的脸面尽湿 王荣因调戏柳玉汝 从而被顾九思敲断了一条腿 王善权便借此想要败坏顾家的名声 没想到被江柔先下手为墙堵了回去 同时顾九思为了堵住王善权的口味 生生挨了二十遍 对起 王善权从未心疼过王荣的腿 只是觉得丢了脸面 可见 生在王家 才是王荣最大的不幸 骆子商的身世跟王荣又是何其的相似 当初江河顶着顾姓 和骆家唯一的大小姐 扬州第一才女骆依水进行了男女之事 同时骆依水商下了骆子商 可后来江河发现骆家是仇家 便抛弃了骆依水母子 自此 骆子商便在颠沛流离中长大 受尽了折磨 因此当他能够独当一面的时候 便决定寻亲生父亲报仇 他误以为顾朗华是自己的亲生父亲 便决定血洗顾家 以泄自己多年的屈辱 其实王善全和骆子商都是一类人 被欲望磨灭了人性 一、王善全的野心 王善全有十九个儿子 多房妾室 女人对他而言 不过是消遣 孩子对他而言 不过是巩固自己地位的工具 骆子商摸透了他的人性 才决定跟他合作 担到顾家 作为扬州的节度史 王善全表面是一直跟顾家交好 只因为顾家在东都的靠山是梁王 而梁王一直在朝廷上屹立不倒 可是皇帝身体每况愈下 为了给太子扫清障碍 便拿梁王先开刀 骆子商利用自己的眼线 得知了东都即将变天的大事 为了能够王善全为自己所用 他便把顾家后台要导的消息 提前泄露给了王家 没想到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的王荣 竟然按捺不住先去招惹了顾九思 令郎得了我的消息 便按捺不住 酒后自去招惹了顾九思 而大人却又不信我的消息 无谓地跑去顾家谢罪 还招惹了一身屈辱 最开始 王善全并不完全信任骆子商 而儿子王荣也不是个懂得运筹帷幄的稳固之人 所以从来不是王善全最心仪的儿子 因此当王善全收到东都的消息 确认了梁王以及江河受到皇帝的贬值之后 立马对骆子商的借一听信不疑 这时候 他对儿子的真正态度也显露了出来 老夫不是个吝啬之人 老夫有十九个儿子 别说是失了一条腿 就算舍了一两个儿子 也不算什么 为了所谓的权势与明律 把儿子的性命视为楼椅之命 这样的父亲根本就没有心 王善全的野心已经丧失了做人的基本底线 心中膨胀的欲望让他无视儿子的性命 更加无视他人的尊严 若我顾家 愿意全募家财捐赠扬州财税 能否抵过 王善全打着朝廷的名义 逼到顾家门口时候 顾朗华曾经想要议和 可是王善全的野心不只是顾家财产 而是想把整个扬州完全把控 我要的是银子吗 我要的是你跪下 我要的是你顾家 还有整个扬州的清流氏族 商骨世家 叶家 扬家 陈家 通通给我跪下 很明显王善全是想成为整个扬州的王 他的目的根本就是想把所有的人踩在脚下 他不想给扬州的商人以及清流人家任何的活路 暴内 凶残的人是走部长这条不得人心的窄路的 顾朗华看穿了他龌龊的想法 便举兵誓死反抗 打斗过程中 赶回来的顾九思挟持了王荣 助手 都给我助手 让他们退后 退后 都退后 顾九思 你用我儿子威胁我 放箭 王荣被万箭穿心 惨死在顾家大门外 王善全没有任何心痛 而是继续对扬州城的各大伤骨痛下杀手 可见 他的内心扭曲至极 而作为幕后军师 骆子商八部的扬州城血流成河 这样自己内心的痛快似乎得到了释放 一个把自己的愉悦建立在他人痛苦之上的人 迟早会得到反噬 小说中王善全的结局是 被纳为妾室的邪运 一刀又一刀地捅过去 最后扭曲地死去 真是悲惨不已 二 骆子商的伤口 原著小说中 骆子商的结局也是被刀毙命 结局与王善全合起的相似 其实骆子商这一生 没被人善待过 因此便走上了一条报复的扭曲之路 他的童年异常的凄惨 他不能见光 你不知道吗 要是让外人知道了 我唯一的女儿遭人使乱中气 还未出格就和别人猪胎案结 还生下这么个孽种 骆家族祖辈辈的脸面 全都被你丢光了 他就是一个见不得光的孽种 小时候的他跟着母亲 在外祖父家讨生活 可是并不被待见 那种是所有人对他的定义 除了跟母亲 在外祖父家赞助的柳玉如除外 可骆家就因为 他跟柳玉如说了几句话 便决定把他囚禁起来 后来骆家一场大火 烧死了所有人 自此骆子商和柳玉如的生活 都被改得面目全非 柳玉如成了扬州城最不受宠的嫡女 骆子商开始了他颠沛流离 心中满是仇恨的一生 当他们再次见面的时候 早就已经物是人非 曾经承诺看到彩色石头 就会想起骆子商的柳玉如 早就忘却了石头的事情 更是淡忘了骆子商这个人 又使得柳玉如是骆子商 生命里唯一的一束光 因此这么多年一直对柳玉如念念不忘 可是他没想到的是 柳玉如不尽不记得自己 还嫁给了顾九思 这时候的骆子商误以为 顾朗华是自己的生父 便认为是顾九思独占了父亲的爱 还抢走了唯一的光 因此处心积虑搅动了这场扬州乱战 一场烟火 是骆子商暗示王善权起乱的信号 也是给柳玉如的礼物 扬州城内的烟花 和刘老板生辰 刘老板客气 如此手笔 我担待不起 杨州城已经乱了 莫怕 跟我走吧 你不过是被顾家牵连的无辜之人 若是就这么死了 可惜了 他以为所有受过苦的人 会和自己一样的心思 没想到柳玉如坚持和顾家共进退 人是要自己为自己找出路的 怀着一刻仇恨之心 是果不好这一生的 骆子商这一生都在谋划复仇 都在渴望亲人的认可 但最后走火入魔的他 他竟然被父亲江河捅了一刀 父子二人双双掉入江中了 接了此生 写在最后 其实无论是王善权用儿子血迹扬州城的乱战 还是骆子商执意手刃亲生父亲 都是心中的执念太深了 一个是对全市的走火入魔 另一个是对亲情的扭曲抱负 最后都不得善终